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养宠物 请一定一定要以领养代替购买 因为购买宠物等于是在间接虐待 画面上这些可怜的狗狗 新北市软性宠物业者 它在不到五平的一番市场里面 养了220只的犬猫 而且它怕事迹败露 竟然还把种犬的生袋全部给割掉 狗狗想叫也叫不出来 昨天到现场查气的动保人员 形容这里根本是一个宠物地狱 那小猫小狗身上爬满了蟑螂 6只肿犬更是全身皮肤病严重 脱毛脚爪变形 而且软性业者怕小狗小猫长太快 影响到卖相 竟然干脆不让它们吃饭喝水 逼它们无法正常发育 现在动保处将会依法开发